大家好 我是王若如 歡迎收聽今集的《二屆密事錄》 今集我就反客為主 或者有些聽眾都聽過 在我這個頻道裏面 我都放過一些我去一個有好的節目 叫做無奇不有 但可能我可能知道無奇不有短多就知道我這個節目了 上去他做嘉賓的Garry哥邀請我上去 我記得當時我第一次做這些網台神秘的節目 其實都是應Garry要去講殭屍喪屍的事情 我第一次做 今次反過來 我首次請Garry上來 我們這個節目講下一個題目 叫做納稅陰謀 為何會講納稅陰謀呢? 事緣我們公司不求人工作室 出了第二本的神秘學試典 第一本就叫做深塵揭蜜 第二本這次就有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就叫做納稅陰謀 為何會叫納稅陰謀呢? 就是當我看回Garry給我們的稿的時候 我發現這次和第一本有些不同 第一本雖然有一定的比重是講納稅神秘學的東西 但其實上次的確有些不同的題材 會講一下海怪 會講一下日本的都市傳說 但這次我一直看下去 絕大部份都是講納稅的 不如擺明居碼 就不要誤導讀者 就標明是講納稅陰謀 我們請Garry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各位網友 很久沒有在Youtube出現過了 大家都知道情況 多謝阿余邀請 但也需要買廣告 希望大家支持本書 因為現在 尤其是疫情的關係 百頁都蕭條 所以真的支持本書 支持出版社 支持不求人 支持阿余 如果你們不支持出版社倒閉 你們就沒有書看了 有一件事真的不是說買花讚花香 其實呢 我說回一點點 因為當日我們出第一集 我好像印象都沒有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因為當時我都沒有開始做這些節目 為什麼會有神秘學士典這個概念出來呢 當初我就想 其實香港 都很多 講一些叫做 獵奇的 或者都有牽涉過一些神秘的東西的書 其實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但是 最古舊的傳統 Garry或者有些節目 可能大家都聽過他說的 那就是一些叫做可能讀者文摘出的 一些很厚很大本的 一些綜合式的 一些 專堂書 講神秘的 講一些神怪的東西的書 好了 但是這一類的書就隨著一個年代的轉變 現在你要去找類近的書 舊的那本是故知言難找 新的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的 不可以說沒有了 但是因為幾年前其實香港有一家出版社都出了一系列的 類近這種的方式的書 是的 但是他們那種處理是比較接近入門一些的 不是說入門不好 入門又入門的市場 我也很喜歡看入門的東西 因為你不會認識所有東西的 但是 也都有一些的人 其實我自己也是 又有想在有些專題上 就看得深入一點 就是不要再停留在那個層次 就是那個層次有那個層次的看法 另外又想看深一點 那麼在這個層面就少了 又不可以說百分百沒有 但是他可能那個 主題他本身不是直接想說那樣東西的 舉例我們這次講的納稅陰謀 喜歡讀歷史的那些朋友可能會 去圖書館 去書局 或者上網訂 一些關於異戰時的書 但是他很少是擺明居馬是用陰謀論 或者是神秘學那個角度去講這一段的故事 那就變成那些讀者就需要自己去可能 由十幾二十本裡面去找 好像尋寶那樣 尋他個別有沒有一兩句是講相關的東西的呢 又或者可能當你涉及到一些可能講納稅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找一些符號學的書去看看 我那個納稅的符號原來本身在地球 是很多出現的 是有些宗教不同用法的 但是你又是不是很 很直接的 好了 那時候我就興起一種想法就是 會不會可以找到 香港一些 熟神秘的人去寫一系列的書呢 當然小大我自己也有寫的 但是我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擅長範疇 就不能夠說那麼多話也沒有可能 就是亂作給你的 在過程中有些就找到一些講鬼的東西 有些就開始找到我就開始打Garry主義了 話說有一次就跟他談開的時候 我就說他寫書 當時Garry也有興趣的 但是他就想究竟用什麼方向去寫 那我就有一點有得他 你你想吧 那樣的角度去 當然事後我們會再去探討哪些好一點 如是者就出現了第一本的神秘學士典 到事隔一年 那本第一本的神秘學士典 對我來說也算是 算是不錯的 到第二本出的時候 正因為有第一本的經驗 我們就少了大家一起去很詳細去說一些 寫什麼題材好的 其實我大概知道 我知道是會涉及南極 涉及納稅 涉及一些 甚至乎可能是 美國國防部長的死亡 涉及一些這樣的東西 但實際 我知道這些題材而已 我不知道出來是什麼 到他交給我 我就知道 嘩 這麼詳盡說 納稅的陰謀 擺明居馬就叫納稅的陰謀 好了 講完我這部分的觀感 我就開始問了 Gary 雲雲題材之中 為什麼你在兩本書裡面 都會 講了這麼多關於納稅的東西 首先我要講講 為什麼我要講納稅 或者 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當然 阿余就 很給我機會 其實我和你一樣 我想我們成長的時候 就看很多這些古怪書 其實就不是 不只是讀者文摘 可能坊間 有很多台灣的翻版書 又或者印刷很簡陋的 這些飛碟 古文明的 其實在我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坊間 其實不難找的 是不是 但是就慢慢慢慢 到了 我們現在的時候 這一類型的書就開始沒有 可能是潮流的關係 或者怎樣 那些人不再興 這種東西 但是就很特別在之處 我們在那段期間 尤其是九十年代 或者二千年 打後的 其實就雲海出現了 我們就從文字上 我們有節目聽了 然後就網台的興起 這個東西其實是 張神秘學 又或者陰謀論 是一個 很大的推動力 是不是 那麼慢慢慢慢 我就覺得 咦 不是呀 其實我們做節目也好 或者其他 不同的朋友做節目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 我們都是習慣 以每一個題目而定 那麼我自己呢 為什麼我會喜歡 偏向納稅呢 其實我本質上 在第二本的構思 其實阿余 那時候一開始 就給我訂了 一系列的東西 那麼我自己後來 我覺得 既然是說這個事典的時候 那麼我們為什麼 不把這個脈絡 鋪序出來呢 我想我們記得 我們大家談的時候 我們後來也有說過的 會不會涉及到 美國的拉薩 又或者近期 飛碟的事件 其實我們原意 我們是去到那麼遠的 但是 你也看到 阿余也後來做編輯 你也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 我想深入一些寫 是 深入一些寫 結果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或者我跟阿余也談過一件事 其實我們一些很零碎的東西 我們知道 例如 為什麼會有 Operation High Drum 我們是整個個案子來看 但是 沒有前沒有後的時候 其實就導致有很多朋友 其實是 不知道頭 究竟不知道尾 我是嘗試 將這件事 還原有頭有尾 在不同的 我們叫做另類歷史 也好 又或者怎樣也好 出現了 的脈絡 告訴大家 這是我第一個前設 為什麼我要 寫 納粹 首先 我覺得香港人 很喜歡看這些 古怪的歷史 另一件事 我以前小時候 我爸爸是很喜歡 砌模型的人 很喜歡砌 軍事模型 他給了很多 這些模型 為什麼會輸 是呀 這個本身也是我今集 想著有一個位置問你 你怎麼看啊 你叫上來 先說說吧 就是為什麼會輸 其實我小時候就想 但是到了我後來 我有一段時間 我去了英國加勾鎮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群朋友 其中我記得有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早兩年前他過了身 因為癌症 他跟我們一群朋友 喜歡聽歌 英國人其實是一個很喜歡這件事的民族 但是他就很特別的 那麼 他說飛碟的 經常就說 這些飛碟 不是外星來的 只是納粹來的 他只是說這個點 跟其他那時候的主流的 情況 飛碟在太空 或者外星飛來的 是完全是兩件事 之後就慢慢慢慢 那時候不懂 我就聽他說 他真的很有心 他去那些 跳祖市場買的 舊的軍事相 買這些資料 他真的很用心做 那麼 之後就慢慢慢慢 就大了 看書 那麼我到了 編排了第一本 之後 其實有很多網友都問 他就說 那個延續究竟是怎樣 或者是怎樣 我想也要多謝有很多位網友 他給了很多意見我 所以就變了 我就希望在這裡的裡面 就寫回這件事 但是就有一個 問題出現了 好了 寫著的過程 很想說很多東西 其實我也篩選了很多東西 雖然你說納粹 陰謀 但是其實不是一個大廊 其實是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陰謀論 擺了出來 我希望就嘗試 用陰謀論的 你嘗試砌 把脈絡 原來我們世界 裡面所有的東西 這些個案 這些事件 其實不是獨立 一件事 來看 應該就是一個串連 來看 其實有一種說法 我們現在經常說陰謀論 陰謀論 現代的陰謀論 有些研究 其實就是在兩次世界大致之間的時期 開始孕育出來 而Garry你這麼有興趣的這個納粹這個題目 最有趣的地方是 它只是本身納粹陰謀 納粹神秘 它就是涉及了好幾十個大的題目 每樣你抽出來講 都會講天光 例如 納粹陰謀裡面會涉及到 雅利安人 有講古代的文明 雅特蘭提斯那類的 涉及到這些 地底 地深的文明 地底人 一些神秘的力量 遺離力量 涉及到魔法 通靈 聖物 即是一些宗教的聖物 宗教聖物涉及到幾大個宗教 基督教有 物學 即是 物宗 世在有 是的 甚至回教也有 然後喪屍 超級士兵 UFO 這些東西 一個關於納粹是可以 可以扯出那麼多個題目 所以 其實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是很合理的 說真的 所以 到了我要 寫這件事的時候 當然 因為文字上 有限制 我不能夠無止境地 寫 變成了 阿余 之前他提 例如 這本書的第3集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未正式想 但是我都會 盡量我都會跟隨著 就說 我會的進程 就說 會涉及到 會不會 跟他們的影子組織 現在我們經常說的 深層政府影子組織 又或者 美國的 Larser 的 太空計劃 對我們近代了 我們在整個過程中 就會在很多個故事中 串連了一個大的畫面 好 不如我們就不要說到 整個 寫作計劃那件事 怕悶到有些 我看書就看書 聽你的節目 不如聽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不如說到一個題目 就是 你說到當初 你在外國和你的朋友 他很相信很多的 UFO 就不一定是外星 其實是在地球內 本身活動 這也涉及到 我們今次這本書中 講的納粹陰謀 就是 當日納粹的神秘技術 其實是有兩種的說法 而兩種說法 在你兩本著作 你都有提及過 第一 就是 他們有些技術 是根據一些人的通靈 是在外星的生命 文明那裏拿回來 下載下來的 下載下來的 另一種的說法 就是在有一次的機緣之下 他們在南極 就進入了一個地底的文明 在那裏帶回來的 你兩樣都有提及的 在你的書上 雖然是散開了一兩本書 其實我想問 在你自己的研究 或者你自己的 相信之中 你覺得哪一項是比較 可信的 我不能夠 單憑 是用可信的 是 我們用現實的歷史 或者我們現在 睜大眼 我們所看到 美國 的情報 系統 其實他們已經分了十幾個部門 我們只不過知道 就是NSA CIA 我想 如果大家 為何要思考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看回一些真實的文獻 這是更加一個現實 其實每一個部門 是用他們不同的辦法 做一些事出來 是 就算 我上一本 我們講的 納粹非碟 我們用了 維利會 或者 極不兄弟會 又或者 屠立會 這些會 其實我本意上 我是自私了的 為什麼呢 我只是說 希武來下面那班 即近衛隊那班 SS SS那班 但是其實在另一種立場 就有另一種的 就是在德國陸軍 和德國空軍的裏面 其實他們發明的 飛碟 是有另一些 phototype 就是有另一些 型號 他們甚至連引擎 所有的構造 所有東西 都不同 本來 我就想在這本的裏面 寫的 但是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這部分 我就 skip了 我就想在 遲些 才會再寫 你說我哪一部分信 或者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不信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 喜歡維尼 喜歡研究維尼會 以及 喜歡研究 圖立會 的歷史 以及 他們那些 所以 我變了 我自己 喜歡的原因 就是 在圖立 和維尼會 那邊 就 不能夠說 哪一件事 多少 其實現在雙方便 我最嚴重的 一件事 就是 在香港 華民的 傳媒 也好 或者網站 他們寫的資料 其實最嚴重的 就是全部 都混在一起 炒一碟 你不懂得分 現在我們都知道 政府裏面 有不同的部門 他做不同的事 研究不同的事 我們不能夠 把整件事 當成一件事 來看 是 等於我們現在 問政府 一些官員 可能 第二個部門 他真的不知道 就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也有些 要補充 因為今天 跟Gary 講這個題目 之前 我都盡量 去翻查 一些 不是 Gary 那兩本書 給了我的資料 究竟當日 整個 納粹 他們的 神秘思想 源流 當然有很多 重疊 跟Gary 上次那本書寫 例如 納粹本身 他們會相信 這些 是源自有幾個人的 揉合出來的 包括一個 叫做布拉雅茲基夫人的 神志學 神志學會 神志學會 裡面的東西 神志學其實 都頗為重點 初初都是 他涉入了很多 樂師底主義的東西 他開始會用 三角 佛教的 萬字 其實那個 那個圖騰 去建立一些 理論 然後神志學 入了德國之後 跟德國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民族性 你要懂得文才讀 懂得文才讀 他不是我們現在說的民族性 而是有一點不同 印辱出了 一種叫做 雅里安人優越論的思維 然後 出現了好幾個影響希特拉的好心的人物 而這些在 在Garry的第一本著作中 也有提及 李斯特拉 魯道夫 塞波騰 布夫 然後有 希武來 浩斯 霍佛爾 就是 浩斯 是霍佛爾 還是雷佛爾 霍佛爾 有這幾位 的人 他們 分別 組成了 有屠立協會 維尼會 這些 不同的組織 然後在這裏劃明劃暗地去影響到 真正納稅的 核心 管理層那群人的想法和做法 然後 但是 其實我又找到有些市家 他們有這樣的看法 當然 在傳統的歷史市家 是很少直接涉及這些領域的 但是他們 也不能夠完全去否定這些東西的存在 你最多說你自己哪有這樣的力量 但是你不能夠否定他 身邊有些人是 他這些人是很相信這些東西的 除非你真是 默默說謊 好像某國的市家 不然你不能夠否定 他身邊真的有很多這些人 而他這些人 真的很相信這些東西 而且我想 尤其是在德國 在一戰之後 最主要那個 尤其是威馬時期 威馬時期是一個 文化藝術 發展得最全盛的時期 在德國 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那些人 其實在德國 有很多這些會 是多到你不相信的 基本上我和你兩個都可以搞的 而且那些人 身份很重疊的 有些又說自己是 德意志騎士團 有些是德國的共濟會 總不知 玫瑰十字兄弟會 總不知 所以整班人 一大碟就炒在一起 甚至我們現在 另一個陰謀論 的光明會 其實在近代的 其實在 暮尼克 第一波 有輸有文獻 他自己 會有輸出 其實在那段時間 正式提出 那你就會看到 當然 阿余你說的 很對 鬼佬 就算我們現在 說德國納稅的陰謀論 如果他們不是見過一些東西 是令到他們相信的時候 其實他們未必會相信 這個我們很現實的 是不是 有些人 信宗教 又或者信什麼 他要信眼前的東西 比如有神跡 又或者我們東方 信宗教裏面 可以驅邪自軌 又或者有這種感受 他才會直接相信 那或者我們可以 休息一會 下一節再說 好 這十幾個都市傳說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真相 John Tiger 一個自稱從未來世界回來的 時間穿越者 是不是真有其人 由1958年 回到2006年的 騷亂時空穿越者 擁有官方證件做證據 歐洲老婆 Baba Wenger 號稱預言命中率達8成 他說過什麼驚人語言 預知日本令和年號的神秘留言 是超能力預言家 還是皇室知情人士 目擊扭來扭去的日本妖怪 會令人精神錯亂 Doraemon曾經播放極度詭異的集數 血腥恐怖兼而有致 還比電視台禁播 NASA發布好奇好相片 竟然拍到外星人 1952年華盛頓 UFO事件有同有真相 阿波羅20號的秘密登月計劃 網上經驗神秘影片 Fat Check 都市傳說真相 搜羅最熱門的都市傳說 作出最詳細最認真的調查 不會誇大失實 為你破解真相 Fat Check 都市傳說真相 於各大書局有售 電子書亦已登陸 Google Play圖書 和樂天cobo 不求人神秘系列重書 耳界默示錄 超常傳說解密 深層竊密 神秘學時典 鬼域貓童 陰陽眼下的靈異世界 哪裏有鬼 0022港鬼故 電子書經易公開發售 你可以到三大平台 Google Play圖書 樂天cobo 別武獨盟 下載購買 好,第二節回來 剛才我們跟無奇不有 Gary說了 為何他會對納粹這個題材 納粹神秘、納粹陰謀 這個題材這麼有興趣 以及說了 他的著作裡面 會涉及到什麼內容 然後我們就開始講故事 講到一些 可能是內星還是外星 UFO 講到一些神秘的思想 剛才我有一件事想補充 就是我們都知道 在二戰前後的時期 德國本身有很多神秘的組織 而這些組織 或明或暗或多或少 都對於納粹的高層 是有所影響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金融 真的很出名 有沒有看過書 也有看過電視劇 明教 明教本身 在書裏 其實你研究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個秘密組織 確實 但當這個故事裏 朱元璋 他藏著名教 拿到他的大位之後 其實他是 反過來打壓名教 不想他這個正統的 統治裏面 受到這班人的影響 還受到他們的威脅 或者還有一種教 可以影響到他的政權 而無獨有偶 我找到一些資料 似乎在當時的納粹 掌權之後 又是在某個角度 反過來 迫迫 這些神秘組織的主事人 Garry 你在這方面又怎樣看 其實我想這樣說 有很多人 就算我們現在也好 你相信一件事 或者那件事 其實他未必真的就是信 可能他是借 這個 組織 或者借這個宗教 其實他是想找他要找的東西 是 其實我想 德國人是一個 很理性的人 當你要拿到這些資料 或者你要做到差不多的東西 其實他誅殺異己 是一個必其然的事 尤其是 你就會想到 為什麼 納粹黨 為什麼會之後 在歐洲 殺死這麼多共濟會的人 其實你會看到 這幫人 你去上去維基也好 你會看到 其實他跟德國的共濟會 是很有關係 但是你就會看到 為什麼納粹黨 在 佔領了大部分的歐洲 其實他基本上 殺了很多的事 法國 荷蘭 裡面的共濟會 基本上是一波清改的 是 是一波清改的 但是當然 李薩蘭薩 希武來 這幫傢伙 就在這些 這些 會裡面 其實他就立了很多 這些 秘法 這些書籍 他自己是有一個 私人的圖書館 這傢伙很厲害的 所以你就看回 應該就在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左右島的地方 早幾年前 曾經找到 這個圖書館 他專門納粹在共濟會裡面的書 那你就可想而言之 你殺完的 當然有些人就歸順了 其實你就變成 萬教歸宗 但是你憑他們的 我們曾經說的一句 潮語叫做 身體很誠實 你又真的不能夠否認 他們應該是 很多高層都 儘管他可能會 拿完位之後 就逼迫那些人 但他其實還是 信他們那套 應該說他們派很多人去很多不同的古文明的一些地方 去找東西 不知道找些什麼 然後南極 是我們這次的書中的其中一個主打題目 究竟他們在搞什麼呢 我想這樣說 其實他很特別的 我覺得 有一種看法 我想跟我們現在香港人大部分對於宗教那種認識 是有不同的 我想我們接觸這些神怪的東西 尤其是香港 舉例好像一些 求神問卜 這些有能力的東西 其實我一定會跟他拉上了宗教的關係 是不是 甚至舉例我想 我想學 錄音 或者想學神打 其實他本意上 他都是在宗教下面的 裡面的東西 但是他們很特別的東西 歐洲人 其實他們 我們要知道 其實法 和 術 或者教 其實他們全部分離 他們有個宗教的體系 但是有很多這些古舊的秘法 其實不是在宗教的裡面 甚至可以很簡單的東西 可以長期被宗教排擠出去 所以 這些古靈精怪 東西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未必一定有宗教的 有可能是 真的好坦白說 可能邪魔又有 可能是瘋狂的又有 有很多這些人 他純學化而已 是不是 但是到了我們二十世紀的時期 歐洲開始 就是 轉變成為我們近代的世界 有很多的知識 其實他們很特別的 神秘學和我們現代的科學 在那段時間 混合了一塊 其實是混合了一塊 在啟蒙之前 其實是混合了一塊 你就會看到 現在我們會覺得 催眠 分開了成為心理學 或者現代科學裡面 承認的一種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以前那時候 催眠 可能是跟 招魂 跟那樣東西 其實是拉上 很對等的關係 那你化學初初最初都是煉金術那邊走出來的 那所以 為什麼我喜歡納稅呢 我回憧第一節 你問我為什麼 會覺得他輸呢 其實我從小時候都想 你這麼厲害 那些基地又厲害 那些飛機又厲害 我後來我會看一件事 其實那個戰爭 那個時間 他動用那個人力物力研究 其實是大家那個相差那個對比 是不成比例 如果他能夠把戰爭 推遲兩年 其實真的會改寫的 只不過我們看到那些神秘武器 只不過可能就 你弄得很緊 那你怎麼搞呢 其實這樣說 如果你撇除神秘的東西 純粹說回比較現實的戰爭 戰爭是打錢的 是啊 即是有些東西你的資源配合不上 或者你那個研發那樣東西 未去到戰爭的階段 你做到一半 你做到八成就好了 九成也好了 你差一點點 他未起飛就未起飛 起飛會爆炸爆炸 他就差一點點未弄好 那就有機會是 改寫了局面 是啊 所以你 為什麼我會在南極 那本書裡面 為什麼我會這麼鋪排 我會寫這麼多南極的東西 正正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要說一件事 例如Opposite Hydrum 在一些陰謀論 或者外國的另類歷史裡面說 其實這一段的時間 表面上我們在正式的歷史裡面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完結了 德國已經投降 但是其實他們有一場 戰役在這段的期間 那幾年裡面叫做 Silence War 沉默的戰爭 或者沉靜的戰爭 或者叫無聲的戰爭 其實在我們民軍裡面 其實一直一直在做的 就是這樣 正如現在我們 在國內 或者台灣 其實現在都爭論的 我們其實不應該是八年抗戰 應該是十一年抗戰 因為 佔領了東北的時候 已經有東北的人 已經在反抗 只不過他沒有經過一個主流的歷史的一個轉捏點 他從那一年開始 他發生了某件事 他從那裡開始 就算起了 但是你之前或者之後 其實在這裏還有一些事 還有前期或者有余波 在做 醞釀進行 就算你 柏林 投降了之後 玩了兩年 都還有一堆的狼人部隊 是不是 納粹裏面 你在德國 搞鎮 做很多這些 所以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正正想 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開了很好的頭 其實我們香港是一個訊息很發達的地方 吸收資訊的地方是很快的 但是 我不想在一個位置那裏停下了 所以 阿余也給了很多鼓勵我 就說 你放心寫吧 不怕的 就算 因為那時候你記得我很早期都和你提過 我不想寫寫寶寶班的東西 是呀 是呀 是不是 你有印象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寫寶寶班的 幾百字一個故事 或者一千字幾個故事 其實不難寫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香港人 其實仍然重複在這裏的時候 在台灣 又或者甚至國內 其實研究神秘學或者怎樣 我們很容易 距離更加大 那我覺得也不要緊 其實有不同的Line 可以這樣說 類似那些人玩 玩相機 玩音響 玩什麼 總有一條線是入門的 你永遠都有新的人去加入這些界別的興趣 每年都有人出生 每年都有人開始 踏入十歲 踏入十二歲 踏入十五歲 那你就看回那些 了解了個 境蓋 然後 有興趣 慢慢再去看深入的資料 因為最大的問題 我想 有很多現在我們再走前一步的資料 因為可能有部分是英文 或者有部分是其他的語言 所以變成就卡住了 其實不只是說其他語言 有些人都懂外文 也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你要找那些 都不是容易簡單的 因為現在在網上找很多資料 當然比以前 有億倍 但是問題 你有一些 不是說放得那麼詳盡 在網上 有時候有些 真的涉及需要 你要找到那方面的 專門的著作 而你要找到那些專門著作 書就很有趣的 你不要以為 我隨時想有興趣 就去圖書館 或者去書 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 書 賣完了 賣完了就賣完了 或者香港從來沒有入 或者你去訂也訂不到 圖書館也不一定是 扭話給大家知道 你不要以為 圖書館是搜羅全世界 或者全部華民所有的書 絕對不是的 很多書在圖書館是找不到的 還有 你記不記得 我當時在疫情最重要的時候 我不是說了 終於亞馬遜就到了幾本書 是啊是啊 所以我變成後期 後期有一部分 需要參考的資料 我變成不夠時間 我放下去 因為那些是涉及到 我們近代的 太空大戰 那不要緊 我覺得可以在 日日的書裏面 那也要這樣說 也要賣一下告白 也希望大家 實體支持這本書 我覺得 如果真是 坦白說 連阿余的 出版社的成本 都拿不到 就 沒得出的時候 大家真是 賺假了 我覺得 問回一些 我想問 在納稅那些 雲雲高科技的 一些軍事物品之中 例如UFO 那些 UFO 我個人看的資料 我相信他們有很多 其實是起飛島 可以飛島 欠在他們 裝不裝得到 一些足夠 可以毀滅對方的武器 如果你起飛島 是靈活性勁的 但問題是 你裝普通的炮 那就是沙鬼氣 別人知道 什麼都可以和你打 但是另一個 很顯著 很標誌性的 一些 軍備 在納稅黨來說 就是潛艇 你這次的書裏面 都寫了很多 手不同型號的潛艇 我又想問 這些潛艇 其實比起當年 同期 即是同盟軍 他們那邊的潛艇 他的技術上 是優勝多少呢 即他有什麼 比人家 他可以潛耐一點 還是他的靈活度高一點 還是怎樣 人有潛艇 你又潛艇 那他有什麼不厲害呢 我想這樣 第一件事就是續航 續航 即可以 併在水底 可以併很久 另外速度 另外尺寸 C-Simon 其實是取勝的 但是 唯一一件事 跟民軍 是一個比較 有少少後期 有少少偏差的 就是他們的雷達系統 英國人做雷達 是真的堅抽很多的 所以 到了他出廠的時候 其實現在我們再看 大家可以買書看 我不常說 你會看到 其實他後期 做那些神秘潛艇 或者怎樣 是正正就是 我們戰後 在美國 做的那些 尺寸 甚至有部分 一些政派的 軍事學家 都好 其實美國 究竟是不是 拿到他的 資料 還是怎樣 其實 你會看到 就算他那個尺寸 面積 所有東西 其實是跟 那時候 納粹的潛艇 那個面積 其實是很近似 還有一些 叫做歷史的 偶然的東西 譬如他當時 運用一些的潛艇 如果在某些戰役上 他用到 其實可能 會改寫 局面 但是又出了一些意外 這些意外 在 那些時機上 資源上 金錢上的配合 就令到 幸好 我們人類的歷史 沒有被他統治 我想這樣說 如果大家想看 要報的 的真實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號碼 當然找不到 有部分的號碼 其實有些網站 其實他已經 在哪裏 尋了 或者怎樣 其實你會看到 全世界都有 但是我會覺得 既然敗局已定的時候 其實後期有鄧利茲 德國宣佈投降鄧利茲 亦都跟盟軍合作 之後 他亦都公佈了 叫海軍投降 這段期間的裏面 其實在納粹黨的潛艇 那幫軍人裏面 他其實很坦白說 他要做他所謂的 最後任務 Final Mission 其實我在本書裏面 都有看法 現在整個傳聞 就是最後的部隊在哪裏 又或者他們 究竟我們最後的任務 要做些什麼 其實是眾說紛紜的 但是在盟軍的 截聽到他們的通訊裏面 最後任務是經常出現 有些就說 會不會是混 但是很多我覺得 在阿根平那幾隻的潛艇 出現了 在南美出現了之後 有很多人不說 其實整件事情 是一個 我們打算著著草 好 我們剛才就說到 這個 最後任務那件事 在Gary的書裏面 其實都有提及過一件事 就是 希特拉的死亡 是不是 好像 我們傳統的歷史裏面 說希特拉他們自殺了呢 究竟其實希特拉夫婦 會不會是 原來是化了身 易了容 或者叫做 其實安排一個假人 去製造一個虛假的死亡呢 而這些虛假的死亡 大家可能會覺得 不是那麼流 為什麼會 叫做同盟軍 同盟國那邊 會不會穿他 很有趣的 歷史 有時候有些東西 可能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 秘密 但是 在某些條件上 容許他走 又或者 不是容許他走 是他真的有辦法 走了 只不過 民軍捉不到他 但是 又想那個世界 那個局面 穩定下來 因為如果你告訴 全世界的人 其實 民軍那邊 是知道 他未死的 但是如果你告訴 全世界 希特拉未死的 這件事 會是一個恐慌 亦都會是 令到那個 二戰 沒完沒了 未完 因為大家會覺得 亦都帶了一個 訊息 給對方 可能是 納粹一些餘孽 知道 原來我們 偉大領袖未死的 我們還有能力反擊 還有機會的 亦都不是一個 好的訊息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未死 你秘密地 穿了草 那我就叫做 順著你的勢 將計就計 就向全世界宣佈 你已經 拜拜了 但是你 走了之後 你有沒有能力 再去反撲 這個可能是一個 密切監察 和再控制的 一個後面的故事 所以我又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 不是我們想像中 那麼不可能發生的 譬如如果希特拉 真的不是主流歷史所說 自殺死了 原來是 躲起來了 究竟他躲起來了去哪裏 只是這個也有幾個說法 去外星 最誇張的說法 躲起來了 在南極也有 而南極也不是我們想到 純粹一個南極基地 那麼簡單 原來 有些故事 說到 他已經是培育了 成千上萬的人 是作為一種有生力量 是躲在那裏的 只不過 其後 可能是 配套上 可能不夠資源 或者是有些人就 逆了容 或者改了身份 去了 其他的地方 但也不排除有些個別的人 是繼續躲在那個基地裏 雖然這一個 很有趣 如果這班人 假設有部份人 還躲在這個 不知道有多大的基地 說不定 其實本身的基地不是很大 不過接通了本身 他們相信地下世界 即是叫做 connect了 真是 那會不會 其實有一班 叫後代 其實還在那裏 Garry 你怎麼看 首先要說 後代就有幾種說法 其實這個說法 直至到現在 就在南美某部分研究 納粹的這件事 其實是一路有傳的 首先要回答你 我用了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 在南極 的人 所謂叫做下一代 或者是怎樣的 他很特別的 其實他們是跟南美洲有傳聯的 有部份的人 甚至說到很誇張的 他們其實是用在南極 坐潛艇 去到南美 然後上岸的時候 他們就用了一個假的身份 其實這班人 或者這班後代 其實就一直 跟我們這個世界 是有接觸的 是 然後你知道 舉例你拿了 我們經常說的阿根廷 拿到一個護照 他就可以死了來去 但是其實他們 原有本身那個人種 可能是在南極過來的 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這個是比較常見一些 直至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另一種的說法 就是南美 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阿根廷也好 或者委內瑞拉 那些也好 其實是很多德國人的 是多到你不信的 有些是說德文 完全都是這樣的 那有一部份就說 其實他們之後 在一段時間的 裡面有一種 就跟維利會 就放了上岸月球 那有一種 就留下了 結果就整班人 就去了 就是南美 一種說法 有另一種 就直接融入了 地下世界的 如果我覺得 以這個維運程度來計 非去外星 相信是最維運 不是代表不可能 就是最維運 另外就是 我覺得去地底 也相對是更可信的 去到南美 就極度有可能 我覺得 就是當日 因為有時候 你只是很簡單 你南美本身那些 政局 那些本身 都不是一個 很文明的地方 那裏有很多事 很亂 我們看貝隆夫人 貝隆夫人和她老公 其實都是信奉納稅的 是的 在這本書你也有提過 你看歷史 他們有手勢 他們的性 所以他們當時 容許 一些漁黨 躲去 南美的地方 去生存 甚至乎 去繼續發展 一些他們的東西 其實一點都 是很可能的 我覺得 不是說一點都不可能 是很可能的 我想問 你覺得 納稅陰謀 這個題材 這個故事 在今時今日來講 它是一個 歷史上的 一個話題 其實已經過去了 只不過是有興趣的人 就拿回來講一些有趣的東西而已 還是說它對今時今日的局面 還有 隱性 或者是顯性的影響呢 你說 那班人 假設真的有一些後代 那是後代而已 不代表他跟幾千年前 或者很多年前的人 真真正正有影響 有關係的 你明白嗎 譬如你假設鴻門很大影響力 這樣才算 那鴻門的後代的後代的後代 不代表他們 已經有 早上的遺產 他們的人脈 他們的影響力 他們的功夫 代表傳了下來 可能是有關係的 那這班的後代 他對於今時今日的局面 又或者跟今時今日的新納稅 他們是有沒有關係的呢 會不會新納稅 只是有一班人 很認同 以前納稅的東西 自己搞的組織出來 又這樣 還是說真的有傳承的呢 新納稅 這是一個泛青 是 泛青 我想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組織 其實是各有各的解釋 或者各有各的起源 不同的 我們不能用一個泛 全是全部中的 但是如果 首先要說 有一件事 就是後代 我不想說其他什麼 其實他們未必一定是 用納稅 是不是 坦白說 如果我 我穿草的 或者我是這樣的 不會比 還打過之旗 所以現在 在總金的南美 納稅 納稅 他們就不叫做納稅 第三帝國 他們就會叫做第四帝國 嗯 那麼好了 在第四帝國背後的裏面 就有一種 大家先要理解的那種 主體法 我們要知道 納稅寶藏 不只是黃金 其實香港 泛港 納稅寶藏 全部都是黃金 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要知道 在納稅 滅亡之前 你要看到那個國家 其實有很多儲備 有很多外匯 有很多外國的投資 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美軍曾經是嘗試過 埋了一條數 究竟那些錢去了哪裡 很簡單 這是直接的東西 但是 你就會發覺 原來 那些錢有很多人不知道去哪裡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結果就出現了我們有一個 在戰後的裏面 一個很龐大的洗錢的勢力 有一部分 例如德國某部分公司 好像IG Verbin 很多這些以前 跟納稅有關係的公司 其實你就會留意到 為什麼這些公司 在戰後 仍然能夠生存到 又或者為什麼 他們的資金來源在哪裡 其實是有一班人 在管理這筆錢 直到現在 還有這些陰謀 是不是就說 去了華爾街呢 有部分 我只能夠說有部分 這個為什麼我不寫的原因 如果我要再寫的 其實是直接影響 我們近代的金融 直接影響 所以你就說後代 有一部分 你就要看 那個後代 究竟是 散仔的後代 還是 Martin Bowman的後代 那你知 不同人的後代 當然 情況有不同的 但是 我也都會看 看法 就是現在 他們已經 在世界中 已經一直 不著意地 已經 沒有人再提 因為 已經 近五十年 不如我們再錄一集好嗎? 因為既然聽你這樣說 我發覺你們的時間都夠了 不如我們再錄一集吧 不要讓你多問一些問題 給網友聽多些話題 我都沒有在YouTube出過節目 我們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用了希臘神話裡面 阿波羅的姐姐 阿爾提尼斯命名的新登月計劃 預計在2024年 再有人類踏足月球 納粹德國雖然已經走入歷史 但當年在南極建立的飛碟基地 亦未確認毀滅 美國重啟登月計劃 納粹德國飛碟基地會不會重申呢? 《資深神秘學》節目 無其不有主持 關加利·Gary 在2019年推出《深層潔物》 《神秘學時典》 備受好評 醞釀一年 今次推出《納粹陰謀》 《神秘學時典2》 繼續深挖神秘之謎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納粹在南極建立地下基地 裡面收藏著什麼秘密 極地人 UFO U型潛艇 雅利安殖民婦女 航天火箭 顛覆世人的影子 納粹三巨頭死後留下什麼圍斷? 希特拉真是自殺而死? 英美曾經在南極進行過什麼秘密任務? 南極大氣層外經驗神秘核爆 MIB不只是電影角色 這些專門防止外星人曝光的黑衣人 原來真實存在 美國總統艾森豪 和外星人會面兩次這麼多 人類和外星人之間有什麼秘密協議? 納粹陰謀神秘學時典2 已於各大書局有售 網購同步進行 電子書筆日推出 請大家密切留意不求人工作室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的最新資訊 鬼有執念、有怨念、還有理念 會戀物、會助人、還會復習 陰陽眼裡淘貓貓 至少見到靈體 類似想封身都封不到 鬼門關都去過不止一次 她看到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鬼哭神怒 陰陽眼下的靈異世界二 首次披露 鬼可以依附在物體裏 身前愈有感情愈依戀 買二手貨記得要小心 靈體不止有側面 竟然有些還有理念 土地公、神主派不要亂放 小心招離又弄野鬼 世上有鬼電話 隨著時代改變 連續出現鬼短訊 買樓是人身大事 便宜目貪 原因隨時與靈體有關 的士司機撞鬼大家聽得多 鬼司機你又聽過沒有? 迷你倉租戶什麼人都有 裡面的物品更加無奇不由 嚇死人 身前受害死得冤枉的怨靈 真是可以找仇人報復 隔著電視螢幕和靈體交感 圖貓貓知道了什麼秘密 作者前一部作品 鬼略貓童 陰陽眼下的靈異世界 大受靈異界好評 還登上2019年4月長銷書寶 今次帶讀者感受鬼哭神怒 大家萬物錯覺 鬼哭神怒 陰陽眼下的靈異世界二 現於各大書局有售 找不到記得問店員吧 這本書在HKTV Mall 和向出版社直接購買都買得到 電子書亦以同步發售 好